上菜喵 学生们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向上亲切的服务 让来宾犹如自身在大饭店用餐 气氛温馨欢乐 东海高中餐饮科 今年特别以高难度的伴桌方式 举办第七届毕业成果展 希望以高超的厨艺 向市长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东海高中今年的餐饮科的毕业学生 是以决定以版斗的方式 来呈现他的毕业成果展 那版斗的方式呢真的是难度上非常高 但是版斗的方式也可以整个呈现 我们学生在这三年当中 所学的中餐西餐 还有饮条还有餐饮的服务 这些呢都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所以孩子选择这样一个版斗的方式呢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艳 除了学校老师外 这次也邀请80位家长参与 一起品尝孩子的手艺 家长们看到孩子各个学友所成 都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 我也放心把小朋友叫到这边来 也很感谢东海的对小朋友的教导 以及对他的一些提心 另外毕业生也在走廊上展示果雕创作 不管是可爱的香蕉海豚 还是用苹果雕琢堆砌砌的螃蟹 和乌龟等 每项作品都令人叹为观止 我在东海的这三年呢 真的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 就是从一开始入学之后 从中餐开始学习慢慢的学习 然后到二年级学习到了烘焙 然后再来到三年级之后 学习到了西餐 然后以及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 就以果雕打好切割的基础 然后到了三年级之后 再办出了 就是以自己毕生所学 办出了一个果雕的成果展 东海高中餐饮科 无论在硬体设备 还是师资方面都非常坚强 因此不仅屡屡在全国技艺竞赛中 缔造佳机 也让每个技艺非凡的学子 都能梦想起航 迈向光明未来 凯博大台北数学新闻 如如红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